我們上課了 我們繼續談Hyperfine Structure 基本上它是原子核 因為原子核帶電 所以原子核有個出貨局 然後電子跟出貨局之類的交互 它產生的能接的分類 我們叫做Hyperfine Structure 上次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給你那個公式是舊版的 是舊版的 我現在用你們書上的公式 我現在用你們書上的公式 我再重新講 我還是用CGS單位字 你們書上是用MKS 你們比較這個式子 跟你們書上的式子 就差一個常數而已 但是還差一個C 你們課本是沒有C 這邊還有磁性的係數 就CGS單位字 我上次跟你們講過 Zn就是那個 編子核的JR ratios 然後你們從那個 這是磁火局 對不對 那 磁火局所建立的磁場 你們在電磁學的教課書應該都有 好,那我直接写下去 你们参考电池学的一个自我局所建立的电厂 那这N呢,这N是单位向量 那这边是叠了函数,叠了函数 表示说这一项是在什么地方存在的 我问你们,这项是什么意思 就叠了函数 对,当R等于0的时候才有这一项 那R等于0是在原子核位置 所以这一项是代表在原子核位置的一个量 那么在N是等于 N是单位向量,是等于位置向量处理 位置向量处理怎么样 位置向量的大小 你把这个换成这个N就可以写成这样 那这就是你们书上的公式了 你们书上的所用的磁场的公式 这样可以了没有 那我们再把那个磁火局 再把磁火局带进来 这边我不用再讲了嘛 这是I是那个角动量 银子核的角动量 那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B式症 这是磁场 那交互作用呢 说电子在磁场中 电子在磁场中所得到 看到什么样的能量 是还继续的 我们用前面的公式 我们前面不是那个GMA effect的吗 那么GMA effect我们把那个公式带进来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是我们前面那一阶讲的 我在讲GMA 就是enormous GMA effect GMA effect的时候 这是用2 那其实我就把它改回去了 还是这2怎么来的 2就是GN 电子的GMA effect 我就把它换回去了 把它换成G1了 然后我们再把B 我们再把磁场带进来 把磁场带进来 我们就得到 在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是原则核嘛 那我们在讲那个轨道 电子的轨道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 当R趋近0的时候 R趋近0就是在原则核部 靠近原则的时候 这趋近什么 有没有忘掉 对 R的L次方 是不是 这告诉我们说 当靠近原则的时候 只有哪一个轨道才重要 只有X轨道 其他都怎么样 其他都没有在原则的地方 这样清楚吗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项可以怎么样 因为如果R等于0的话 这是什么0 它I跟位置是0 这样清楚吗 R等于I跟位置是0 所以我们少把这一项省略掉 这样清楚吗 我们把这一项省略掉 这是因为R等于0 这样清楚吗 其实以后我们后面会计算 这一项贡献很小 主要是这一项贡献 那这一项贡献在什么地方才有贡献 R等于0的时候 这样清楚吗 OK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一项省略掉 所以就可以这样写 就我们交互作用的式子变成这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刚不是学过吗 R出方啊 如果R不等0会怎么样 什么发散 R不等的是0啊 R不等0的话 R确定它是0啊 那后来率是什么 后来率是绝对是平方啊 我们都讲过好几次了 有没有忘掉 都忘掉了 好了 那我们 我们现在下面就是要算它的矩阵单元 这是 这是那个围绕下嘛 对不对 那我们要算能 那个能量的地质修正 地界修正 所以我们现在要算这个 我们要算这个矩阵单元 这是原来的轨道 轨道的波函数 这是呢 小不小这代表什么 代表自选跟什么 自选跟 代表电子跟原子核的总自选 这是原子核自选 这是电子的自选 这样签对吗 然后这个呢 是F平方 就是总自选 总自选的怎么样 的平方 总自选的平方 跟什么样 低方向的分量 的什么样的Iron state 所以这是自选部分 这是自选部分 这是自选部分 这是自选 这是轨道部分 这样会了吗 所以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牵涉到两个 这积分牵涉到两个 一个是这个 我们看这边 这边有I跟S 对不对 这边有I跟S 还有这边有I跟S 我们先对那个Fy的积分 我们先做这个积分 你们知道这一项是哪一项 这一项是这一项 OK 还有R5 对 我把它画过来 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我写这个也可以 我再把它写上去 你知道这边写的意思 就这一项 这是这一项的积分 OK 我先把这个 先不处理了 先做那个实际空间的积分 先对 先对这个积分 知道我写的意思没有 我先对这个积分 OK 那我现在把这 把这两层开来 我现在把这两层开来 就得到 都超好没有 那 R是跟这个角度无关 我先对角度积分 所以我得到这 这个 我们这边有总共有九项 这乘这个总共有九项 对 所以我再写 所以x平方 然后ixx 对 再加上y平方 i y x y 再加上y平方 i z x z 就是有差不多 这么多项 這邊總共有九個 對起來其實 一、二、三、四、五、六 我們只要做六個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看會不會做這個積分 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先看XY好了 等到多少?小不小的? 會不會算呢? 等於說這什麼? Y平方、R平方 角度基本從哪裡到哪裡? 0到π 算是θ,dθ 0到2π d5 對不對? 意思是什麼?R從多少? sin 對不對? 這個呢? sinθ 就是sinθ 是不是? 所以這等於什麼?R平方 我們把這θ分存過來 0到π 總共θ幾次方? 不,sinθ幾次方? 一、二、三、三次方θ,dθ 0到2π 然後π 有幾個? sin,π,cos,π,dπ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可以換成是sin的兩倍φ 你們都猜到沒有? 我們知道,sinθ cosθ 是2分...sin2π 對不對? 2π的周期是多少? sin2π的周期是多少? 對,π 對,π 那這邊是兩個周期 那我們知道,sin函數,cos函數 如果它基本是一個周期 或者一個周期的整備數的話 是多少? 0 所以這項是0 這樣會嗎? 所以這個基本是0 我一個一個一個來 這個基本是0 這個跟角度不關啊 這自選啊 這兩個都是自選啊 這是原子的自選 這是電子的自選 都跟這個桌標沒有關係啊 這是常數啊 對這個角度是常數啊 不是嗎? 這樣會沒有? ok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這都插了沒有? ok 對不對? 那我們這s是r sinθ cosθ g是什麼呀? g是r cosθ 所以這個是等於r平方 所以是多少? 這個基本是多少? 這個基本是多少? 對,也是0 所以這個基本是0 這個基本是0 然後這個呢 你們猜也應該怎麼樣? 也是0 所以一二三 這三項基本都是0 可以了嗎? 好,那我們再看上面這個 下面這個 好,我們看x平方的積分 我先問你 你們自己會不會做? x平方的角度積分 不是剛剛的做法啦 剛剛的做法也可以啦 你用sθ更快的積分 不過我先用 我們用球型函數來做啦 ok 看是不是這樣子 是sine平方 cos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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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用這個 對不對? ok 我們這sine cosθ 是怎麼樣? exp i5 加上 exp i5 然後再除以2 然後再平方 對不對? ok 我們把這個展開 這個平方等於四分之一 exp i5 加上exp i5 加上exp i5 然後加上2 2是兩個相乘的那項 對 有沒有問題? 那你們知道 sine平方 θ 乘上這項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不會嗎? 不會嗎? y22啊 就球型函數的 l等於2 m等於2的那個函數 負的呢? 正的話是正2 負的話是負2 看到沒有? 很好 那這個基本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你告訴我 蛤? 等於多少? 都不會嗎? 我記得我講過了 講過幾次了 這等於是這個 告訴我們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這個積分除了 L等於0 m等於0這項以外 其他都是0 這樣會的嗎? 所以這兩項積分 這兩項積分都是0 那剩下是這一項 那這一項是 這是四分之一 這是二嘛 二跟四分之一消掉 變成二分之一 我就寫在這邊了 這都已經插了 這都已經插了 所以 3平方θ 那這可以寫成這樣 1-cos 平方θ 那你可以把1-cos 平方θ 可以展開一種求寫的函數 是三分之二 減掉三分之一 一個係數 然後乘到y20 那我們看 所以這邊有兩項 就這裡有兩項 一項是三分之二 一項是y20 y20的積分是多少? 等於0 我們剛剛講過了 所以剩下哪一項? 剩下是三分之二的積分 所以三分之二 我們把它成為 二跟二消掉 所以三分之 因為三分之二是常數 我們把它提出來 所以三分之r平方 然後再角度積分 立體角積分等於多少? 對 等四拍 所以得到答案是三分之四拍 r平方 教會嗎? ok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項是三分之四拍 總算r平方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也是三分之四拍 r平方 用相同的方法 好 因為我剛剛用的那個相同方法 你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都寫了沒有 好 那我們就看 z平方的 z平方是r平方 data 好 cos平方 cos平方 data 是等著 好 都超了沒有 那我們知道 這幾分等於多少 我們剛剛講過 這幾分是0 所以剩下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r平方 然後再立體角積分 所以多少 所以三分之四拍 j R平方 正清楚嗎 好 那這個結果 跟我們剛剛的x平方 跟y平方 範圍結 怎麼樣 是一樣的 這樣會嗎 好 所以這個幾分最後等到 都寫了沒有 所以這個幾分最後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3分之4π R平方 然后 IXXX加上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两个字旋怎么样 两个字旋点成 所以3分之4π I点乘X 就是原子的字旋点乘 电子的字旋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这一项 这一项是 这一项我们在这里 这是原子这一项 有没有看到 3跟那个4π的3消掉 这一项如果经过 立体角积分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 这跟角度无关嘛 所以这 立体角积分 立体角积分会得到什么下 得到4π 就是说 这一项你立体角积分也会得到4π 所以这一项是经过立体角积分会得到什么结果 R平方乘上这 这样会的吗 那这边是怎么样 前面的3跟这3消掉 3跟3消掉 所以是4πR平方 所以这边也是怎么样 所以每次4πR平方 这两项一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两项全部怎么样 全部消掉 讲会吗 所以这一项完全没有贡献 两个完全消掉 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我就把结论写在这边 所以 这两项完全消掉 经过立体角积分以后 经过立体角积分以后全部消掉 对不起 我先补充一下 我这样写不太对 应该积分以后才消掉 这样知道我讲的意思没有 积分以后才消掉 这两项不是消掉 就积分以后才怎么样 这一部分的工作跟这一部分的工作消掉 你们注明一下 积分以后才消掉 立体角积分以后才消掉 所以我们剩下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这剩下的积分变成哪一个 变成最后一项的积分 就这举证对不对 这个积分 我们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我们剩下这一项 最后这一项 这样清楚吗 我们得到最后这一项 这样会吗 OK 那我们知道 这是立体角的跌了函数的积分 这跌了函数的积分告诉我们 这两个函数必须在什么情况下 如果哪些子材怎么样才存在 R等于0对不对 还有呢 它的角度 但因为这是常数的 所以跟角度是无关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常数 这个等多少 两个相成 一个是根号四拍分之一 这个根号四拍分之一 这样变成四拍分之一 这样会了吗 好那我们把它提出去 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这是R要射成多少 R等于0 因为是这跌了函数 这样给它 OK 那这个公式 你们数上是用的比较 你们查那个表 我们在讲氢原子的时候 我们讲氢原子的时候 氢原子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这个函数吗 这个函数你把R取成0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量 我就直接用你们表上 你数上用了别的公式 两个都一样 但 怎么样 这样前面还有个细数 对不对 这个细数你要从那个表 你们在氢原子那一章 氢原子那一章 你们有那个 那个镜像函数的表吗 我把结果写出来 这是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这个是从这边来的 那这个表 这表明书上有了 你自己在最后对一下看 都会了没有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我们还是要处理这一项 前面这边已经都是常数了 我们处理这一项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F是等于IA 对不对 那F平方等于是I加上S的点称 对不对 这个公式我们用了好几次了 这总角动量 这总角动量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IA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积分 这等于多少 这边还H bar平方 给 没有 这还没有 这边这边才有 这等于是多少 2分之H bar平方 然后怎么样 告诉我好不好 F乘上F加1 对 减掉多少 I乘上F加1 减掉S乘上S加1 对不对 这边你们要问 这边是算符 这边算符 这边是量子数的 你很清楚吗 这里是算符 这边是量子数 所以我把这个结果 我把这个结果写到这边来了 有没有问题 我把这个结果写在这边 所以这边是等于 2消掉了 然后 这是我们最后的结论 这边应该写成这样 我在写这个式子 写的不是很严格 不过你们知道 这算符 最后还要作用到 还要用这来怎么样 取它的怎么样 取它的爱跟非人的 有没有问题 你们这边 你们这边注明一下 我这边写的不是很严格 因为这是算符 对不对 但其实 就这结果是没有 还要再对这 取它的 要写成这形式 要写成这形式 这样会了吗 我把这个省略掉了 在那个式子里头 把这个省略掉了 都写好没有 最后我们用氢原子做地词 我们用氢原子做地词 氢原子J等于多少 J等于1 I等于多少 I等于1呢 氢原子就一个直词 一个直词多少 二分之一 S等于是二分之一 对不对 那个Z呢 因为只有一个直词 这是直词的怎么样 直词的材料标准 这在物理手写上有 我把这个字幕写下来 你们事实上写得很简单 我把它写得比较准确的 比较准确的事目 你们事实上写是5.56 你们事实上写5.56 这直词 直词的Zero MgN ratio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我们现在I 我们知道 F是这两个相关层 对不对 这个是二分之一 这是二分之一 F可以是多少 我们才讲过没有多 我们不是讲过 脚动量相加吗 F有哪些值 对F 两个相加是多少 最大的是一 最小是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的绝对值 这不用绝对值了 这两个值 我们在讲脚动量相加 是不是讲过吗 你就用氢原子那个做底子 我不是讲过一对电子吗 还记住 这就是一对 跟一对电子是一样 一对电子是两个二分之一 两个二分之一 对不对 现在也是一样 也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叠起来的 所以是一样的 我们看 这边有几个状态 有几个状态 Fj 我说Fj等到多少 对 多少 -1 0 1 对不对 这个呢 只有一个零 所以这是triplet 这是singlet 会的吗 一样的 跟我们以前讲的一对电子 那天行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边有两个子 F有两个子 那我们看这两个子的情形 F等到零的话 这个等到多少 你们算一算看 这是四分之三 这是四分之三 所以这两个合并起来 是负的二分之三 对不起 这是零 这是零 对不对 这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三 所以这是四分之三 这也是四分之三 但这边还有一个 我刚弄掉了 这边还有一个 我二把它削掉了 所以这是多少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也带进去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解 所以得到 1 D 然后 F等于 1 等于 我这样写 对 这两个子 这是 等这 这边 这一项 再除以二 这也就是说 电子 跟原子的交互 电子跟原子的交互 产生这两个状态 那这两个状态 能量是不一样的 那这两个状态的能量差呢 就是我们把这两个 把那个解 左边那个解 不是有两个解吗 一个是F 一个F等于0 一个F等于1 把这两个能量 对不对 把其他能量差 我们就得到这 得到 我把它写到那边 好 好 我们得到结论是这样 就是 这两个能量差 对 对某一个透电的N 它的因为 跟原子核的自选的交互作用 它会分裂成两个能阶 那这两个能阶的能阶 能量差 是这样 这可以测量出来的 好 你们书上有 书上有告诉你 差不多大 好 你们书上有告诉你们 多大 你们看一下 非常小的能量 书上有告诉你们 那个 它的对应的坡长 它所吸收的坡长是 21厘米 好 这坡长 你们知道 那个能量可以换成坡长 坡长是21厘米 好 那所对应的频率是 你们事实上有了 哈 是1400多赫尺 MHz 好 好 那我们这一张 我们这一张就讲到这里了 好 好 那我实体给你们做 你们做第一题 好 实体做第一题 不晓得哪一张啊 好 就十二张哈 就真正的 真正的清原子哈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哈 那我们休息一下哈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哈